1998年一场洪水自虐,大半个中国一时间长江告急,松花江告急,朱江告急,那一年全国多的遭受不同程度的洪浪灾害就将人民更是遭受巨大损失。 天见洪水,九江遭遇重创,当年,全国亿万人民团结得像一个人,融入血脉,化为精神的永恒记忆,我们都应该记得吧,众志成成,人民团结如一人。 1998年8月7日,九江市长江到底绝口,滔滔洪水滚滚而下,转瞬间,每日的九江重变一片汪洋,汉木精心,于文夫看孔一线的教室而言,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生死犹关的恶战,他们风华正茂,日死如归。 大中央,中央军委一声令下原南京京区,上万名官兵前赴后继,开赴九江在市中央军委命令时任南京京区副司令员董伴瑞将军担任九江看红抢险,总指挥统一协调陆海空三军和武警官兵与红魔搏斗,勇敢逆行,绝不后退。 十八九岁的少年,瞬间长成了正争铁汉,用自己年轻智能的地板,为人民入企为一道道钢筋铁墙,风独九江绝口的战斗打响后,原南京军区830,20部队四连三排长吴小伟受领任务时,距离力争,非要把这间巨,最危险的任务,揽到手不可。 面旁有黑,眼神坚定,在摇摇欲坠的大堤旁他们玩手并肩,跳入汹涌的洪水中,花作了碧岩石海坚硬的绿色长城油管用的地方,有裂纹的地方就有橄榄绿的身影哪里危险,哪里需要哪里就有,鲜红的居体飘扬,是与大堤共存光的呐喊,至今还在耳边回荡,饿了,就啃几个马头,扒一口饭,渴了,就喝一口水。 困了,就地便逝床,身心都经历着严酷的考验,考验重重,不言苦累,连语的犯算战士以及肚皮被但体力耗尽的他们吸急口仰化一点水起来后继续战斗,历史明刻这感人的一瞬,祖国在你我心中,倒下的身体,倒不下的是战胜红魔的信念,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抢救生命。 大爱托取此地兵,就是保护手可爱的孩子,如今已长大成人年迈的老人,如果见在他们一定会终身铭记那特殊的给予。 简单的工具,打造出不会轻负的生命之粥,在惊涛排浪中,在生死存亡,实质是一场与死人的霸河狭路相逢勇者圣。 今日难以看出当时的凶险,使则为一场特殊的较量,九江人民率千霸,送别千人解放军惊心动破树昼夜。 换取平安慰苍生,恋恋不舍,挥雷告别,历经千辛万苦。 数日奔战不幸1998年8月13日,晚上将大抵九江断绝口封堵成功只是成功背后的凶险,欲坚守远远超乎我们想象那一年。 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用青春运血彰显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用忠诚无微谱写了一群日可歌客气的抗红炸歌。 那一天,成功封堵绝口,热烈欢呼,他临危不惧,临危受命他爱兵如子。 眼含热泪那位亲自送这儿的将军,依然留存于人们的心里至今,将军的泪,依然会捉重一万人的心。 那一年,他送别勇士,眼含热泪,1998年9月15日,清晨数十万九江市民在凯旋门下回来送别子弟兵此组黑白照片游和广映。 金义良,姚定范,王歇云,刘水,周峰社,经历过这万千送别的场景,此生重军再无遗憾,永远铭记,二十次次抗红精神,万中一心,众志成成,不怕困难,顽强拼搏,接人不拔,敢于胜利抬指一挥。 二十年九江徐阳西路的看红纪念碑,为恶意律时刻鼓舞着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看红精神,穿越时空,历久迷心。 二十年后,回望历史,眼眶势润,激情依旧,照之急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你若记得,他便无悔,来源,人民牵线。